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柔佛新山惊传枪响 一名匪徒驾驶着普腾轿车来到柔佛赛野花园 被警车当街冲撞 匪徒下车逃逸 最后被警方开枪制服 据了解匪徒其实是在近十公里外 就已经被警方盯上 虽然他的一名同伴被警方逮捕 但是他却开车逃逸 当街和警方展开追逐 有网友在网络上贴出这段视频 声称是警匪在巴西古当大道上追逐 事件一名男子被匪徒驾驶的轿车撞倒 有网友称这一名被撞倒的是一名警员 但也有消息称是一名路人 警方最后追逐到柔佛赛野 冲撞匪徒叫车迫使对方停下 但匪徒下车之后还企图继续逃 最后警方当街开枪将他制服 根据了解嫌犯相信是一名乌裔男子 年约三十来岁 伤势暂时还不得而知 警官有消息称他因为干下抢劫案 才会被警方追捕 但这个说法目前还无法获得警方证实 NTV7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欢迎订阅